想要在选秀大会上当选状元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非美国本土的国既球星而言强如洛维斯基 加索尔 库科吉等人都曾经在欧洲联赛上大犯一台 过前两者更是未来的名人堂成员然而在 各自的选秀年连前二都没有进入事实上 直到2002年之前联盟从未有过一个非本土的外籍状元 1984年的状元奥拉朱旺在NCAA打了足足四年 并且后来加入了美国即直到2002年选秀大会 姚宁出现了如我们所说外籍球员能够当选状元绝非意识拿 今年的碳花秀冬谢奇来说19岁的冬谢奇今年 在欧洲可谓是各种收割的欲冠军 NVP最佳新人全部被他一人收入囊中并且冬谢奇年龄上 还有很大优势就这样冬谢奇还只是 碳花那么回到2002年的选秀当年的姚宁已经22岁年龄 并不具备优势CBA联赛经济水 请也不及欧洲联赛这样的情况 夏姚宁是如何当选 众人的确实CBA联赛和欧洲联赛有这不小的差距 但是要知道的是姚宁当时在CBA也绝对 三德尚统这级别在加盟NBA前 这一名姚宁带领上海队创造了联赛单赛季 最长的23连胜个人场均拿下32.4分19.0来晚4.8在 冒起中在总决赛上姚宁的统治力更是彰显 无疑他次场比赛闯军可以得到41.3CIL 0篮板4.3带帽 并且还有过单场21投21中的神奇表现 最终成功拿下了总冠军 这样张伯伦式的数据 哪怕是在当时的CBA也能够感受到姚宁的实力 不仅如此刺激的 姚宁早已在国际赛场上承明 他2000年就参加了悉尼奥运会 并且和孟四队有多次交 首童年还获得了ESPN的最具潜力运动员奖 再往前回到18岁 当年的姚宁还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乔丹的训练营兵 且在训练营中打爆了后来的最佳防守球员泰森贤德勒 泰森贤德勒也正是2001年的防远秀 后来姚宁曾经回忆到那次交手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未来有一天我也能进NBA 而且虽然姚宁是个黄种人 但是他的天赋却绝不输任何一个美国本土球员 出身于体育世家从小就接触篮球因此基本功非常扎实 同时作为一个中锋 22岁的姚宁已经展现了自己成熟的内线技术 他的手感柔和 度完全不输给后卫这一点 哪怕是在历史上都极为凡见 小米26的身高更是他决 队的优势 拥有这种身高才能展现灵活性 技术和手感的是真的难门可贵 当然时代也会是一个因素 2002年的奥米尔刚刚率领 同仁拿下了三联冠联盟各支球队 都希望找到一个年轻的大哥子 与之抗衡因此显秀 开始潜在芝加哥的视讯上 整个NBA有足足27支球队派出过球探考察 姚宁的实力他们给出的评价也非常积极换言之 那时候的姚宁是真的用实力征服了球探和联盟值得一提的 是那一年拿到状元签的还是火箭 已时的火箭主教练是汤姆 贾诺维奇作为姚宁在NBA最感谢的教练 汤姆贾诺维奇正是2000年孟斯队的主教练 他在当时就对姚宁印象深刻 2001年时他就曾说过弱势姚 名参选必将当选状元而在2002年 时拥有状元签的火箭 已经有了一个外线核心扶兰 西斯他们也想要打造OK组合式的成功 因此选择姚宁也就不意外 那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2002年的选秀确实不是一个大年 在当时前六顺位的球员没有一个是中锋球 原唯一一个可能会对姚宁造成威胁的是杰威廉姆斯 但是如我们所说那一年火箭虚要的是个中锋 而且火箭向来也有选择 中锋的传统因此拥有出色天赋和极战力实力的姚宁 也就让状元位置没了悬念不过 要是放在2003年也许姚宁真不一定能进入前三有球迷绝的 中国背后的巨大市场也 是姚宁当选状元的一个原因 确实后来姚宁的到来 让火箭前老板亚历山大赚了不少钱 但是在当时这些还真不一定是优势 一来亚洲球员从未在NBA取得过成功 二来当时王志志和蓝鞋的矛盾 反而对亚火箭有点顾虑 有一说是当时火箭管理层和蓝鞋有过 多个沟通只有当选状元蓝鞋 还同意放人 但是具体如何也许我们是真的很难得知了事实 也证明了那一年火箭是选对了从短的来说 2002年当选状元之后姚宁还参加了当年的印第安那式锦赛 虽然中国队仅仅取得了一胜西部但是摇赢八场比赛场均可以拿下21.0分 9.5篮板和1.8盖帽最后成功和诺维斯基 太假 吉诺比利等人一起助选了最佳阵容 从这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实力确实优秀在同场的 来说火箭买至NBA都因为摇赢的缘故 在中国拥有了大量的关注度 同时摇赢的到来也 让后来的火箭成年处于西部强队行列 尽管只进过一次次轮 但是暂凡经历过那几年的球连应该也都知道 伤病影响了很多事实上 2009年以后在姚宁受伤 知识才不过28 最弱是健康大姚 一定会拥有更大的成就